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是穷困的国家或者地区现在非常发达 如亚洲的韩国 新加坡的 而相对的很多原本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却不断没落 甚至穷困如曾经发达的阿根廷 伊朗等 除此之外 最典型的还有我国的一个省 曾经是我国首富省 现在却名落孙山 日益没落了 这个省就是我国的宝岛台湾省 台湾省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 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 人口2000多万 几乎只有我国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 但是台湾省虽然小 我国却开发了几千年时间 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而二战后 台湾省实行开放策略 着力发展工业 提升经济 并且获得了西方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 给予了台湾省经济的刺激 尤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 台湾省也跟韩国 日本等一样 抓住机会 发展经济 获得了第一桶金 首先利用人力优势 发展加工贸易 转口贸易行业 此后产业升级 形成电子 机械 轮船 半导体等为核心的工业体系 经济获得大发展 在七十年代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我国发展最快的省 台湾省人均GDP 那是我国整体的几十倍 而且牢牢占据我国最副省的位置 当时跟台湾省的差距 可谓是千壤之别 所以当时台湾省那是非常具有优越感 对整个国家几乎是腐蚀的姿态 但是 现在也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台湾省现在在全国三十多个省级单位中 经济已经名过孙山 还名从第一 直接降低到十名开外 还不上名次了 而且 这种名过孙山 还在加速的进行 再过十几年 恐怕要降低到了二十名开外 真要直接垫底了 而对于台湾省来说 就是典型的不进得退 日益没落了 随着其穷困 现在台湾省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越来越只能讲是其他省份了 很多人不明白 台湾省为何日益没落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主要是两点 第一 不务正业 台湾省从八十年代开始 经济就停滞不前 发展缓慢了 而此时 我国其他省份利用机会快速发展 但是台湾省是在不正业 经济发展被一些所谓的政客毁掉了 所以发展十分缓慢 第二 背离大数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我国那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最大的市场 台湾省如果依靠祖国大陆市场 发展那是很快的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 台湾省却背离大数 没有搭上祖国发展快车 而且还依靠西方 而西方不断没落 台湾省自然不行了 每年经济发展维持世界地位 搞得整个生活水平几十年不增反潜 逐步被其他省份超过了 现在台湾省已经远远不如广 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甚至内陆很多省了 所以现在不是亚洲四小龙了 而是没落的省份了 欢迎关注农夫实际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亚洲四小龙 台湾省的历史演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